大家好 這裡的風景很漂亮 難得我今天不用做調查 當然要放自己一天假 好好享受一下才行 這麼漂亮的風景, 怎麼沒有美食呢 幸好我早就準備水果沙律和蔬菜沙律 是誰 彩霞 你去哪裡?快點回來, 導演找你 對, 我難得今天休假 有什麼假?快點回來, 去做調查 做調查? 但我現在在吃沙律, 我還沒吃完 沙律你還吃? 彩霞跟琪琪說了什麼? 為什麼琪琪會露出這樣的表情?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中秋節快到了 相信大家吃魚餅都吃得很開心 但開心的同事也會有很多擔憂 因為隨之而來的, 有可能就是體重的直線上升 就好像琪琪這樣, 最近都肥了很多 吃東西吃得臉都圓滑滑滑 所以有很多朋友就建議我可以吃多些水果沙律 蔬菜沙律, 說可以減肥 但剛才我就接到同事彩霞的電話 她跟我說有疑心觀眾跟我們爆料 說沙律不單止不能減肥, 有可能會越吃越肥 是不是真的? 我們立刻來調查一下 水果和蔬菜一直都是大家供應的健康食品 再加上美味可口的沙律醬造成水果沙律 蔬菜沙律更加可以令到普通的水果和蔬菜 燉燃心性, 變幻出各種友人的味道 深受大家的歡迎 喜歡, 經常吃 因為它就是我們女孩子, 淺肥 因為我覺得人體有意義 沙律可能少吃點, 水果就吃多吃 營養, 健康, 很多人都這樣來吃這個來減肥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效果 因為一般聽朋友說他們吃這個減肥 其實會越吃越肥 它有維生素, 有膳食纖維 潤腸痛便吧 好處就多了 辣醬應該是熱量挺高的吧 可能相對比較健康吧 還是會感覺 減肥到不一定, 因為要看它平衡的搭配 就瘦身吧 我覺得 各式各樣的沙律醬 涼拌過的蔬菜和水果 看起來健康得來, 充滿食用 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 吃沙律不但代表一種時常飲性 更加將錢作為減肥有效的手段 因而有人就說, 這些沙律並不是我們想像當中那麼健康 不過沙律的問題不是出現在水果和蔬菜本身 而是出於他們的配料, 沙律醬上面 水果、沙律、蔬菜、沙律之所以這麼好吃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所用到的沙律醬 聽說沙律醬含有大量的脂肪 吃多了分分鐘會變成肥妹肥仔 到底沙律醬有多少的脂肪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沙律醬不但在水果和蔬菜裡面經常都用到 我們平時吃的漢堡包、雞肉卷和沙律文字等等 食品裡面都會經常看到他們的身影 或者調查清楚沙律醬裡面含有多少脂肪 琪琪就來到一家大型超市 看看貨架上臨浪滿沫的沙律醬 不知道他又有什麼發現 嘩, 很多沙律醬 全部都是我喜歡吃的 導演, 看著我休假回來 還做調查的份上 可不可以獎勵我一瓶? 我要這瓶就夠了 喂, 琪琪, 你還敢吃嗎? 你不記得我們這期節目要調查的嗎? 還快點做事 我們正在等待你的調查結果 沒有 好了, 言歸正傳 我們還是進入今天的調查 現在我來到一家超市的食品區 而站在我旁邊的這一位 就是這家超市的銷售員吳先生 吳先生, 你好 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身後有很多不同的沙拉醬 那哪一種比較受歡迎 其實這隻會賣得不錯 其他這幾隻都賣得不錯 平時來買沙拉醬的人 多不多? 多也挺多 有些顧客一次過還會買幾瓶 但是我聽說 沙拉醬的脂肪肯定很高 是不是真的? 脂肪肯定是會有的 但其實它上面的成分 也會標準有多少脂肪 其他釘完受歡迎的介紹之後 買了四款最受歡迎的沙拉醬 回去計算他們的脂肪含量 大家現在看到 桌上擺了四種不同的沙拉醬 都是我在超市買回來的 同時我們還做了記號 分別是一號、二號、三號和四號 而旁邊的這三種 就是我們平時經常會吃到的油炸食品 分別是沙奇馬、餅乾和方便麵 不知道這四種沙拉醬 以及這三種油炸食品的脂肪含量 分別是多少 為了可以做一個明顯的對比 我們首先來看看 油炸食品的脂肪含量分別是多少 首先我們來看看沙奇馬 每100克的沙奇馬 含有18.6克的脂肪 我們先記錄在這塊板上 這個是沙奇馬的脂肪含量 我們再來看看餅乾 每100克的餅乾 每100克的餅乾 含有14.8克的脂肪 好,再來看看方便麵 我想這個方便麵 大家應該吃得比較多 不知道它的脂肪是多少 每100克含有20克的脂肪 相對前面兩種是比較多的 從琪琪記錄的數據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 每100克的沙奇馬 含有18.6克脂肪 每100克的餅乾 含有14.8克脂肪 而每100克的方便麵 含有20克脂肪 剛才大家看到這三種 我們平時經常都會吃到的油炸食品 但是每100克就已經含有這麼多的脂肪 這些已經是我們所說的高脂肪食物 不知道以下這四種沙律醬 它們的脂肪含量又是多少 首先我們來看看一套 一套的沙律醬 脂肪含量是75.8克 我沒有看錯嗎 哇,真的很高 我們再來看看二套的沙律醬 二套的沙律醬相對來說 會低一點就是34.9克 琪琪用同一個方法計算 並且記錄下剩下兩款沙律醬的脂肪含量 發現第三款沙律醬每100克含有39.9克脂肪 第四款沙律醬每100克含有27克脂肪 從這塊板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一套的沙律醬 它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 75.8克 而最低的就是四毫的沙律醬 27克 我們再對比油炸食品方面 油炸食品的話 它最高的就是方便煉20克 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 沙律醬最低的脂肪含量 都要比油炸食品最高的 多出7克的脂肪 在我們經常吃到的食物當中 撒騎馬、方便麵、餅乾等 這些油炸食品的脂肪含量 已經算是非常高的 但我們買回來的這四款沙律醬 脂肪含量最低的那款沙律醬 竟然都比這三種油炸食品的脂肪還要多 從剛才的實驗 我們可以知道 沙律醬當中所含的脂肪 真的很高 但是因為脂肪既看不到 又摸不到 而且我們平時在吃沙律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很油膩 所以可能很多人對這個數據 都不以為然 不過接下來這個實驗 真的會嚇我一跳 喂 奇奇 你就不要賣瓜子了 到底有甚麼實驗 快點帶我們去看看 現在桌面上 除了有四種不同的沙律醬之外 我還準備了四個碗和微波爐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 摺下來要做些甚麼 沒錯 就是將這四種沙律醬分別加熱 首先我們來加熱第一種的沙律醬 別看 奇奇平時絲絲文文 整個女神一樣 其實她是一個女漢子 哇 奇奇 你的牙齒很堅固 好 現在我們將這種沙律醬 放入微波爐加熱三分鐘 三分鐘 好, 時間到了 我們馬上來看看 沙律醬在加熱之後會變成怎樣 現在我已經聞到一種很臭的酸酥味 很噁心, 大家看看 為何奇奇整面嫌棄的樣子 到底發生甚麼 令奇奇覺得很噁心 對 沙律醬還有沒有其他隱藏著的安全問題 我們還可不可以放心使用沙律醬 對 千萬不要走開 光告回來之後 每天告訴你 歡迎繼續收看生活調查團 在上個節目當中 奇奇奇調查發現沙律醬含有大量的脂肪 甚至那些沙律醬的脂肪含量 比很多油炸食品的脂肪含量還要多 而奇奇的繼續調查當中 發現了令她覺得很噁心的東西 到底是甚麼 生活調查團繼續為你調查 好了, 三分鐘的時間到了 我們馬上來看看沙律醬在加熱之後會變成怎樣 現在其實我已經聞到一種很臭的酸酥味 很噁心 很噁心 大家看看, 表面有整層油 而底部有很多泥黃色的沉澱物 雖然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但還是不能接受 我覺得我以後不會再吃沙律醬 當然這是第一種沙律醬加熱之後的情況 不知道剩下的三種沙律醬在加熱之後 又會不會變成這樣 我們馬上來看看 現在我要加熱的就是第二種沙律醬 奇奇把剩下的三款沙律醬一一倒出碗 再分別放入微波爐裡加熱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再把沙律醬拿出來 結果發現剩下的三款沙律醬在加熱之後 全部都變成油 經過了剛才的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 這四種沙律醬在加熱之後 都已經變成油 第一碗很明顯 這個油和沉澱物已經分了兩層 而第二種沙律醬在加熱之後 就像我們平時蒸蛋糕一樣 但這個一定是蒸蛋糕蒸失敗的樣子 而這個是第三種沙律醬在加熱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有油的 而且有些類似於黑色的物質 就像蜂巢一樣 而最後這個很明顯 在碗的邊緣一圈已經全黑了 而中間的黃色就像蒸水蛋一樣的形狀 其實也是有油的 通過這次實驗 照樣看,我平時這麼喜歡吃沙律醬 就等於吃了很多油在肚子裡 怪不得了,我最近越吃越肥 原來是這樣 不過不知道我拿這些油去問街坊 他們又猜到是什麼呢 好,就拿這個吧 完成,GO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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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來的 這個沒有搖來的 這個沒有搖來的 不知道 不相信 對呀,沙拉醬 不是就是白色的嗎 裡面有點類似一下牛奶 不是 相信 為什麼呢 我沒見過哪一次呢 沒見過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曾經聽說過會這樣子 我還真的還不清楚 我以前沒有認識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沉澱目呢 對,所以就問你信不信啊 他就信 不信是吧 那這個效果跟水果沙拉那些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你水果沙拉你會倒醬下去啊 就是那個醬 那 那 也是差不多是吧 對對對 就這個 沙拉醬啊 不然是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是信了是嗎 信了 反正這些東西 它的原樣我們都是不清楚的嘛 就是它 會變成這樣子嗎 不是油呢 我還以為是水耶 是水 它上面是油嗎 嗯 好甜啊 吃下去不是更棒啊 喝油啊 喝油啊 這是油水 這是油來的 從剛才的採訪結果來看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那些油是有什麼變成的 當我告訴他們 是沙律醬加熱之後變成的時候 他們都不相信 而且還有疑問 為什麼沙律醬加熱之後會變成油呢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起來請教一下專家 好 這一個可能是跟沙拉醬它含有的成分跟它的物力性質有關係 你知道沙拉醬裡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脂肪 那這裡邊的脂肪呢又是凡式脂肪 凡式脂肪一般它在常溫下它是固態的 但是它如果一加熱溫度一升高達到它的溶點它就溶解 所以它就會成油狀 從液態狀變成分泌狀 然後沙律醬的主要成分是雞蛋和蔬物油 難怪只有這麼多脂肪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你們一定要記住 不要吃什麼都加沙律醬 如果就算想吃 在購買沙律醬的時候一定要看清包裝上面的成分表 盡量選擇脂肪含量低的沙律醬 調查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平時我們認為是健康食品的沙律醬 其實一點都不健康 除了有大量的脂肪之外 聽說還有很多的反式脂肪酸 吃多了會引起疾病 到底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繼續調查 其實反式脂肪酸對於健康不好的影響 現在已經是確認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反式脂肪酸它是容易被吸收 但是它不容易被利用 所以它就容易被沉積 那比如說沉積在我們的血管壁 那就會導致我們的血管的 吸血管疾病 比如說動脈瘡硬化等等這些 那如果沉積在我們的血液 它就是很容易導致 比如說高血脂 心腦血管疾病等等這些 反式脂肪酸 是所有含有反式相見的不飽和脂肪酸的總稱 對正處於成長期的小朋友來說 過多食用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 除了導致小朋友血脂升高和肥胖 增加成年之後發生的糖尿病和癌症的風險之外 還會影響生長發育期的青少年 對必需脂肪酸的吸收 對青少年的中樞神經系統的成長發育造成不良影響 由於反式脂肪酸對我們人體的危害非常之大 所以國家規定每100克的食品當中 所含的反式脂肪酸含量是不可以大於兩克的 那如果超出這個範圍的話 就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脅 那到底我手上的這些沙律醬當中的 反式脂肪酸含量有多少呢 今天我就來到廣東省微生物分析檢測中心這裡 立刻找糧工幫我們來檢測一下 這些沙律醬當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 Hello 梁公 你好 在忙嗎 你好 今天又有事要麻煩您了 是這樣的 梁公呀 我聽說這個沙律醬裡面呢 會有很多的反式脂肪酸 那到底有多少呢 就想麻煩您幫我們檢測一下 可以的 好 謝謝你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準備的樣品 好 好 麻煩您 好 吧 好 好 通过一系列的检测,结果显示 1号样品每100克的沙律酱含有1.52克反式脂肪酸 2号样品每100克的沙律酱含有0.900克反式脂肪酸 3号样品每100克沙律酱含有0.64克反式脂肪酸 4号样品每100克沙律酱含有0.33克反式脂肪酸 虽然这些沙律酱的反式脂肪酸含量都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发明内 但是它们的含量依然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1号样品,几乎要接近国家规定的最大值 哇,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居然这四种沙律酱都有这么多的反式脂肪酸 不行,看来调查完今期节目之后 我回去一定要了家里的沙律酱全部扔掉它才行 不过,说开又说,为什么沙律酱会有这么多的反式脂肪酸呢? 这是跟沙拉酱的特点跟反式脂肪酸的特点来的 因为我们沙拉酱一般都放在吃一些生的蔬菜水果 它主要是要改善口感,需要是一个比较爽滑 然后比较爽口的这种 那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正好是有这样的特点的 反式脂肪酸其实它是通过正常的植物油氢化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从不饱和把它人工氢化到饱和的 所以饱和的它都特别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看它都是属于一种固态或者放固态的一个状态 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对于反式脂肪酸 我们有一个称呼叫人造奶油 也叫人造黄油 所以在这些乳化的爽口的里面含量特别多 比如说像冰淇淋啊 比如说像我们的沙拉酱啊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输口的爽口的 比如说饼干啊 点心啊 等等这些里面含的都比较高 原来沙拉酱里面的反式脂肪酸是由植物油氢化产生的 普通脂肪在人体当中的代謝只需要7天 而反式脂肪酸却需要51人 由于它的危害性 反式脂肪酸被清洁为餐台上面的定时炸蛋 那我们平时还可不可以吃这些的沙拉酱呢 吃其实站在我们营养的角度 其实任何食物都是可以吃的 只是有一个量跟一个度 比如说反式脂肪也是的 我们可以适量的吃 但是不要超过那个量 比如说现在有明确的规定说 我们对于反式脂肪酸是每天不要超过我们总热量的1% 也就是说如果涮成克素的话 就每天不要超过两克反式脂肪 其实我们可以少量的适当的吃 那如果特别喜欢吃这种生的或者拌的这种 我们可以健康的来代替 比如说可以用含有本身天然的含有脂肪跟蛋白质 就是这种乳化状是比较好的 那最好的就是酸奶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酸奶 或者说我们可以用那种 天然的这种饱和的脂肪来做那种沙拉酱 不是说用这种人造的来做 刚才专家都说了 千万不要吃太多的沙拉酱 最好就是用酸奶来代替沙拉酱 其实除了沙拉酱之外 有很多食物都是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不过在它们的成分表上 一般是不会标注反式脂肪酸的 那如果成分表上面出现 人造奶油、人造植物黄油 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等等 滋养的话 一般都会含有反式脂肪酸 所以大家在选购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 调查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沙拉酱都了解了不少 最后对这期节目内容做个总体 第一,沙拉酱含有大量的脂肪 选择的时候应该留意成分表 选择脂肪含量较少的沙拉酱 第二,酸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较多 喜欢吃沙拉的朋友 尽量用酸奶代替沙拉酱 三,尽量不要选择一些 氢化植物油和精炼植物油 人造奶油、人造植物黄油 这些滋养的食物 避免反式脂肪酸涉入过多 要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 控制饮食至关重要 中秋节快到了 到处都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家里的水果、月饼多到吃不完 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好了,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下期同样时间 记得聚集我们的生活调查天 拜拜